剛剛我們玩完這個模擬器 各位回到簡報第27頁 我們就再來玩一下這個 有沒有 這個 你打開之後 因為最近它有改版 所以一進來都會有這個畫面 告訴你說 可以進到雲端板 也可以 反正現在這兩個介面一樣 但是裡面的那個 感測器的資源 這邊沒有像完成版 雲端版那麼多 但是沒關係 因為這邊不用注射就可以用 你就關閉提示就可以了 好你會發現 看起來跟剛剛好像差不多對不對 但是呢 它沒有模擬器 所以沒有那個房子 有沒有 我們模擬器這邊是不是有一個房子 這裡就沒有 因為它是晚生的 好是晚生的 那你看跟我們剛剛一樣 你在這裡要晚的話呢 就請你先按一下這個閃電 這個閃電的意思是 我們剛剛在看這裡 你們剛剛不是有把這個板子翻過來 後面都有那個號碼對不對 你為了方便你怎麼樣 查看你的裝置有沒有在網路上 所以你可以先把你的裝置名稱 打進來 如果打進來之後 它有變綠色的 就表示你的裝置已經在線上了 已經等待你去控制它 所以在這邊可以幫助我們去 了解一下說 你現在的裝置的狀態 好狀態 那 我們現在就從左手邊這邊來 剛剛我們是從這裡 就是開發板 你看 左手邊的分類跟之前 模擬器裡面的分類就不一樣了 好就不一樣了 上面都基本上是相同 但是下面這也不一樣 好開發板的控制裡面 那LED燈就屬於發光的元件 發光的元件 然後再來呢 環境燈這就有像什麼 超音波啦 光源電阻啦 那些齁 所以這邊的功能就比較多 你把開發板打開 一樣開發板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跟剛剛都相同的 只是分類不一樣 你可以把它拉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現場用的是Smart 好 那透過Wi-Fi 我要連到哪裡 你不要再打一次人 就因為那個很長嘛 都是兩下就全選了 Ctrl加C 然後來到這邊點一下 Ctrl加V 就貼進來了 好你就不要再打一次 我可以講 再打一次就是有人會打錯 那這個取樣的頻率呢 他是用毫秒 那孫哥各位說明一下 毫秒的話是什麼 1秒鐘等於1000毫秒 所以50毫秒就等於0.05秒 就怎麼樣 他就聯絡一次 所以這樣其實如果在往後速度 比較不是那麼快的狀態之下 比較容易有問題 那我建議各位 這邊你可以先換成250毫秒 就0.25秒 或者是0.5秒 連絡一次這樣就可以 這樣你會發現你連線比較順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現在上面不是有一個LED燈嗎 一樣的 LED燈在發光元件這裡 發光元件點下去 有沒有都跟剛剛相同 拉出來 好 但是這一次呢 我們就不讓他直接閃爍了 要有點互動的感覺 好不好 那哪裡有互動 你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燒杯 這叫網頁互動區 Webduno比較強項的 就在這個世界互動區 你把它按一下 你會發現這裡有好多種不同的互動方式 好多種不同的互動方式 那這個互動方式呢 我們可以先切換到點擊燈套 當你把燒杯打開之後 也選定了你的互動方式 你會發現我們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相對應的積木就跑出來了 所以我們左下角這裡的積木 控制的是哪裡 控制的是網頁的這個區域 那麼上面這一塊的 上面這一塊控制的 就是真正實體裡面有那個開發板的內容 好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 我選好之後 待會我們希望說 你點了這個燈泡 我的燈才亮 可以吧 對不對這樣有互動性的 所以你就來這裡按一下 按了燈泡就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 按了燈泡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要點這個燈 所以我要把LED燈 要把它設為亮或關 那我問一下各位 你們家裡面 或像教室啊辦公室 有沒有那種 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就關掉 就是頻頻的這樣 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就關掉 有嘛有那種開關 所以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這樣狀態切換 因為你就 你如果說設暗 那你是不是還在去偵測它沒有亮或有沒有關 對不對 再把它關掉 那這個就不用了 那第二個呢 這裡換是燈號真的會亮 但是呢這個網頁的圖沒有換 你看我先執行一次 我按Play 我們來這裡 你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Play了 所以呢我按下這個 請問我的燈有沒有亮 我的LED燈是不是亮起來了 可是我的網頁上的圖是沒有變 這樣人家容易誤會嘛 所以怎麼辦呢 我先停掉 所以我在這邊最好再加上這個 LED燈我也做一個狀態切換 這個切換不是切換我們真正的燈 而是切換這一張圖片 這樣清楚嗎 那當然最保險的方法 你最好再加上一個 因為我給你看一下 你看我現在這個燈這把亮著 如果我現在Play 我點下去 點下去 亮 關 亮 關 有沒有 這樣OK嗎 但是你要再保險一點 你可以先設定一個 設定什麼 就是我希望 燈一開始 還沒有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先做一個關閉 這樣比較保險嘛 等於說我開機的時候 我就先把所有設備都先關好 那等你開始用的時候 我再切換 這樣比較不會 因為有些時候會造成 我這個燈跟我們LED燈是不同步的 比如說我現在這裡是亮 這邊是暗 結果你這邊切換 就變成這邊亮這邊關 這樣就顛倒了 所以如果我們有多做這個保險的話 這樣是比較OK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這個部分就給各位先試看看喔 第一個動作你進來這裡之後 先在右上角 把你的裝置名稱打進去 這個閃電按一下 如果它有變綠色 表示你裝置已經黏在線上 OK沒有問題 第二個還是一樣 開發板叫出來 這個拿出來 腳位設罪 接著就是要按一下燒杯 因為燒杯按下去 互動區的這個機幕才會跑出來 那你就選到我們點擊燈泡 再來執行這個內容 好還給你囉 好還給你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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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k